四大信经的优缺点是什么 先谈优点吧 优点是它摘要总结了 浓缩了基督教信仰的一些核心真理 分量很低 然后很经典 很浓缩 比如说使徒信经 什么尼西亚信经 亚特纳修信经等等 优点它一目了然的让我们总结了 我们关于上帝神论 比如说什么三一论 包括基督论等等 包括救恩的方法等等 我们可以核心的了解福音的内容 很多优点 那缺点我只是提一点 缺点 其实这种缺点也不能说为缺点 因为信经它在它的历史进程当中 它有它的历史特定的使命 我们说什么尼西亚信经 亚特纳修信经 它有它针对的尼西亚信经里面 阐述了什么三一论 基督论等等 它要针对的什么 撒伯流主义等等 一些特定的异端的错谬 所以它制定了这个信经 因此它本身就有特定的敌人 要反叛的 要定罪的 为了纠正辨明这个错误的异端的教导的时候 他们说我们正统的告白是这样的 所以产生了这样的信经 因此它就有一定的特定的目的 篇幅和写述真理的这个重点 所以从某种方面来看是缺点 但是也不能称为缺点 因为它信经它本身 它那个信经宣布它 拟定它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历史性的特定的目的和焦点 它要攻击批判的敌人是谁 所以你不能指望它包罗一切 所以每一个信经它有它的侧重点 它有批判的异端的对象 它要强调到真理 所以信经它不够完备 为什么 它没有包罗所有的基督教真理 比如说使徒信经 虽然是父子圣灵教会 什么永生复活都信了 但是具体信的内容 它不够精细嘛 它不够详细嘛 它没有包罗所有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的 所有的真理嘛 那你如果说信经你都没有包括这一切 所以不完全 这个就像强调弟兄 你怎么不是女人一样 要求这个板凳不是桌子一样 明白什么意思吧 我们如果要求某一个信经 无所不能的话 那就老老实实看圣经就好了 圣经里面包含了 所有一切信仰和生活的原理 所以信经呢 它是一种浓缩板 它有它的历史的特定的焦点 因此它不可能包罗方方面面 它有针对特定的异端做出的回应 所以它有它的历史的使命 因此它从这个角度 它有局限性 它的真理的范围和量 会不那么全备完备 所以这个缺点 不是缺点的缺点 缺点 优点就有很多了 什么浓缩性 包括它阐述的教义的方面 比如说它对尼西亚信经 什么亚大当信经 它对三一论的阐述的明了 它界定了什么 富与子之间的位格的关系 然后基督的两性 一个位格 它就界定了各个属性 独特的特征的同时 又在位格里联合 什么不混不乱 不分不离等等 有很多优点 是吧 如果你不是抱着挖它墙角 故意刁难它的目的的话 应该好好从它当中 学习吸收那些信仰精华 但是也要知道 这也是我始终强调的 它不是圣经 因此它的权威性 是依赖于圣经 当它忠于圣经 表述圣经的时候 它具有权威 因为这个权威 是圣经赋予它的 它在转述 表述 陈述 圣经里面所宣讲的真理 第二 它的范围 它的真理的量上 远远小于圣经 所以信经里面告白 不是全部真理 不要以为信经里面 所阐述的是全辈真理 所以还要回到圣经里面 去看这个全辈的真理 有一些信经里面 没有处理的 因为信经 它有它的历史的使命 所以透过信经 去认识真理的核心教导 但是圣经是真理的海洋